MING PAO CANNELL 天帳 這裡是一進來旅館的位置 不是Lobby Lobby要上八樓 這裡跟FIRST CABIN的感覺相似 都是屬於一些我形容作為高級的膠囊旅館 不過他比較先進 而且多人很多 超級多外國人 我昨晚已經入住了一晚 其實有少少波折 我發現原來我訂錯了男女混合層 我很想住女生層 我不是很想跟男生住同一層 之後就問他可不可以轉回女生層 尤其有房間便免費幫我轉回 這個就是我未入住之前的第一個加分位 就是這樣 我們現在上去看看 8樓是Lobby 7、6、5、4都是房間 我住6樓 6樓是女生層 昨天本身入住了5樓 5樓是男女層 其他兩層樓不知道是什麼 先進的iPad 這個是iPod 它是3點就可以check in 比Fast Cabin早兩小時 好保 這些就是自己買的東西 有免費啤酒喝 不過只有一個小時 進來由於有其他人在 所以要保持安靜 讓我後期配音 噔噔 這個F08就是我的床位了 睡前裡面就是這樣的樣子 很寬敞 有兩個枕頭 包了一大一小毛巾 拖鞋 和一個迷你的梳洗包 現在就開我睡了一晚的床位給大家看 這間有個好處 就是出去的時候可以上鎖 因為大部分Hostel和膠囊旅館那些 都是不可以 已經有少少亂了 我的外套就可以掛在旁邊 那行李房在哪呢 厲害 就是床下底了 它有一個我很喜歡的櫃筒式設計 我的大行李箱就可以攤平 然後很方便地拿東西 真是一個超級好的設計 上面還有一個架可以放東西 剛才說過側面可以掛衣服 另一邊就有插頭 還有一塊全身鏡 現在等我脫鞋 然後上去床上拍給大家看 床上的視覺 有些床位還附設投影功能 好 現在介紹這部先進的iPOP給大家 但在check in完就會給你的一個重要工具 剛剛看到了 我是需要靠它來DOOT才能進來 但隨時之外 我還可以利用這部來調校光暗 看著 我要它關燈 關了 開燈 開燈 還可以利用它來開關風扇仔 沒錯 這裡是有個風扇仔 不怕焗傷的 然後這個功能就厲害了 看到有up and down兩個兒子嗎 就是可以調教我床的弧度 下進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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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睡覺時便可以平睡 還沒睡覺時便可以調高床 方便做自己的事 是不是很棒呢 另外這裡由於不是雙層的關係 所以可以整個人站在床上 而不頂頭的 比起一般膠囊旅館的空間感 真的大很多 而這裡的插頭是超多 也有很多位置空間放東西 這張床褥也是超級超級超級舒服 原來是用了美國Serta牌子的床褥 好棒 我真的完全沒有收過他們的錢 真的覺得好的東西 所以要推介給大家 現在我們去參觀一下廁所 每層的廁所就是這樣 有四格 非常乾淨 至於洗澡房 也有一格 兩格 三格 四格 五格 最後那格 還可以浸浴 洗手盆位置的光線做得很好 在這裡化妝絕對沒有問題 風筒就是放在這個位置 而這裡由於比較窄 所以沒有位置讓你坐著 最後有洗衣機兩步 你看到剛才睡覺是沒有桌子的 所以我現在就要大麥博店上去 八樓那裏做點事 坐了點上去 八樓就是common area 非常之大非常之美 我可以在這裏上網剪片 好 最後就說回價錢給大家知道 我是經hotels.com那裏預訂的 住的日期就是1月23號至25號 星期三和四兩晚 兩晚價錢合起來就是426元 即大約210元左右一晚 我覺得很划算 不過我住的日期是限一 所以如果大家是預訂週末或者旺季的話 就一定會貴一點 那就要注意一下 終於等到5時半 可以有免費啤酒了 之後還有最後一間 京都一人類住宿推介給大家 都是非常之正的 好 繼續留意啦 拜拜 好 繼續留意啦